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多多少少会开开直播 ok TikTok 直播开了 ok 等下我会跟大家讲 我关了这个Live Pro我会跟大家阿里讲 因为阿里讲一定要1000 followers 但我觉得开直播不需要1000 followers 阿里这边有一个证明给你看 这里我有另外一个account 我另外一个account ok 我另外一个account 这个account里面 这个account里面有122个 followers 有看到吗 所以里面哦 ok 我是可以开Live的 看到吗 我不需要1000 followers的 ok 这个要做什么呢 你不需要1000 followers的只需要几个东西 第一 第一 你要开business registration 就是要公司SSM 你有公司SSM在你的账号那边 register了你的公司名字的话 你开直播的话就不需要1000 followers 因为TikTok他想帮很多商家嘛 所以你给一个document证明你是商家的话 证明商家的话 他就给你开 第一个东西啦 第二个东西就是你又没有SSM 你又没有1000 followers 这样怎样办呢 就看运气哦 有的有看运气的 ok 我有另外一个account 另外一个account ok 这个account呢 你看到吗 这个account也是200多followers吧 200多吧 诶 我也可以开Live ok 也可以开Live 但是这个账号 为什么又没有SSM 又没有1000 followers 又可以开Live呢 就是你拼命上content上去 你一直上content 一直上 你每天上一个 持续一个月过后 两个礼拜到一个月过后 他就给你看了 四个条件 第一 你们所说的1000粉丝 第二 用SSM注册 business registration ok 要想怎样注册的话 ok 要想怎样注册的话 来上课我教你啊 第三个条件 就是拼命上content 一天上一个 大概上到两个礼拜到一个月 你的content是original 不可以搬运的 上到大概一个月的话呢 他就开给你了 ok 第四个还有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的话就是 就是你的账号里面有小黄车 ok 如果你的账号里面 有了挂了小黄车 有tiktokshop backooning tiktokshop backooning的话呢 ok 有这个backooning啊 这个啊 这个backooning的话 就算你的tiktok account 只有10个follower呢 他也给你开live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张工